周杰倫 在聖誕節舉行發片記者會 現場所播新歌楊明山MV 但是竟然惹周杰倫不開心 在1分35秒的剪接有點錯誤 趕快回去通報一下 大家看不出來了 不通要求 其實我現在無法專輯你知道嗎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剛剛講的那個 剪接點錯是真的 你要不要先去弄一下 就是跟黑人跳舞那個 已經重複了 那你聽一下啦 快點不要在那邊聊天 剛剛那個黑人那個 好 OK 我們繼續 所以杰倫現在心情有好一點嗎 因為剛才MV的錯誤一直耿耿用 也太認真了吧 有好一點 沒有 那個 因為大家也是在平安夜的時候 趕出來嘛 對 那這些工作人員也非常的辛苦 那沒關係 因為只是一小小的一個 剪接點的關係 沒有關係的 因為到的時候 完整版播出是會是正確的 但是OK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還滿精采的 即將為人夫的周杰倫 在新專輯中寫了一首聽爸爸的話 以後也可能寫聽老婆的話 當然說如果結了婚之後 我覺得會有更多很棒的靈感 對啊 說不定會有聽老婆的話 或是聽小孩的話 對 你現在已經有聽爸爸的話 跟聽媽媽的話 聽媽媽的話都有了 爺爺 阿公 我外婆奶奶 全部都已經寫過了 爺爺泡的茶 有沒有 外婆一父之名 所以全家大家有都寫過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嗯 將來有更多的創作 對 我是故意這個歌名曲 聽爸爸的話 因為之前有一個就是 聽媽媽的話 然後就是 我覺得裡面的歌詞還滿好笑 就是 你聽爸爸的話說 我們不要在一起 但是我聽媽媽的話 說堅持不能放棄 所以其實 是一個相呼應好玩的感覺 但是卻是一個情歌 對 那如果以後是有女兒 會很捨不得他出家嗎 當然會 對啊 因為 如果是兒子的話 就沒有關係 不是算也要寫手 聽老婆的話 將來 對 將來我覺得 像這個華健大哥 不是都會寫給小孩嗎 或者 所以我覺得 呃 剛剛講了就是如果 成家立業了 可能會有真的 不同的思維 而周傑倫的幸福洋溢 全寫在臉上 不但不時提到 小孩的話題 更直言想生五個 主樂團 我怎麼覺得突然 你的言談之間 你好喜歡小孩 沒有 本來就是 沒有 我從以前就是滿喜歡的 就是MV很多都會 自錄一些小朋友在裡面 對 自錄信心 小孩非常好 多生一些小孩 他想生一支足球隊 是不是 對 足球隊 也幫這個就是 比如說千鋒 中宮 守門員 沒有 是一個樂團 一個樂團 你可以一個樂團 也可以是一個室內樂 五點流行都學一下 鼓勵大家多慘一點 好啊 滿好的 身體很好 這 脊椎會不會影響某些 脊椎 影響某些運動對不對 對 不會啦 沒有發作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跳很高 對 你都用跳的 對 打籃球很高 對對對 對對方同意嗎 生物狗 這個好像會有點辛苦 對 那 但是這是自己的 剛剛講的是自己的夢想 就是希望可以組成一個樂隊 我覺得這樣家裡會很熱鬧 對 不然你看聖誕節 你看我只有一個 我是獨子 所以我其實每次的聖誕節 你看也沒有兄弟姐妹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些人 我覺得是滿幸福的一件事情 網路新聞網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採訪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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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